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总跟大家说路由 路由器 路由表 但是什么又叫路由呢 路由顾名思义 选择通向某条路径的最佳旅游 路由协议就是用于路由器选择路径 同时也是用来组建和管理路由表的各类协议 就叫做路由协议 既然这里说到路由表 那么我就向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路由表 路由表呢 是一种转发数据包的关键 在每一个路由器之中 他们都会保存着一张路由表 这个表中每条路路由项都指明数据包 到某个磁网或者是某条主机 应该通过路由器的哪个物理接口发送 然后呢就可以到达下一个路 到达该路径的下一个路由器 也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这个所谓的到达该路径的下一个路由器 即为下一条路由器 或者不再经过别的路由器 而传送到直接相连的网络中的目的主机 这个就是路由表的一个功能 我们再回头来看路由协议 在TCP缸IP协议站之中 路由协议 他们呢 是工作在这个传输层和应用层之中的 而这些背路由协议呢 他们都是工作在第三层 也就是IP层 网络层之中 背路由协议 他们是根据最佳的路径来将 就是应用层或者传输层 他们这些信息不能在IP包里来进行传输 而路由协议才是真正用来学习 找寻最佳的路径的 像常见的一些背路由协议 就是IPIPX 最主要的还是IP这种协议 然后呢 路由协议就是像RIP IGRP这种找寻路径的这种路由协议 还有像OSPF BJP都属于路由协议 这点大家不要搞混 你只要记轻路由协议 工作在传输层是第四层 背路由协议是工作在第三层 网络层 这点作为关键 只要记轻这一点就好 然后再详细说一下路由表 它其中的一些包含的内容 路由表呢 必须包含以下两项 第一项是它的目的地址 第二项指向目标的吓一跳 其实我在吓一跳这个名词 我在之前应该跟大家说过 包括跳数这个名词 在之前讲TPL 还有再往之前讲管理距离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过这个所谓的跳数 就是经过路由器的台数 这个吓一跳呢 就是你想到达目的地 所要经过的下一台路由器的IP地址 下一台路由器的那个接口的IP地址 即为吓一跳地址 这个就是指向的指向目标的指针 然后呢 又说到这个路由表之中 需要精确匹配 它精确匹配的这些内容 包括主机地址 子网 或者是一组子网 主网号 或者是一组 主网号 默认地址 这些呢 都是为了更好地去记录 一条优良的路径 并且通过 并且能够说 让你的数据包 去更好地去走的一条路径 它的作用就是这些 所以呢 也不用说 把一个路由表想的要 多么那么复杂 它也是一个普普通通一张列表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去告诉你 告诉数据包 去如何去 到通过 去如何通过最佳路径 去到达目的地 然后再来说一下 路由协议中的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 这两种主要的路由协议 静态路由呢 是由网络管理员 在路由器上手工添加路由信息 以实现路由目的的 也就是说呢 当你采用静态路由的时候 所有的目的地 所有的通过 通过每一个 你的起始地 到你的目的地 这样所有的每一条路径 都是要由网络管理员 自己一条一条的 敲上去的 添加上去的 而动态路由协议就不一样了 动态路由协议呢 则是根据网络结构 或者流量的变化 动态路由协议呢 它会自动调整你这个路由信息 也就是说调整你的路由表 来实现这个路由 它们之间呢 各有缺点 先来说这个静态路由的有缺点 静态路由的优点呢 是异于配置 开销比较小 可控性比较高 但是 缺点是麻烦 所以呢 当你要想使用 静态路由协议的时候 就是说网络中 包含少数路由器 然后呢 或者是网络仅通过单个ISP 就是单个这种电信 网络服务运营商 接入网络的时候 或者是一种新型拓谱 就是说中间 有一个中心节点 中心到边缘 这样的一种 新型拓谱的时候 才采用静态路由 为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一种场景 就是说当你是 当你在一家公司的时候 如果你的公司是一家小公司 没有几台路由器 那你这时候采用静态路由器 是一种 还是一种比较方便的 你不用去考虑很多 你直接从目的地址 配到 从气质地址 配到目的地址 就直接就能把这套路由器 也配上去了 而且呢 这种状态也是非常稳定的 你不会说 因为说是 某外界的 外界的一些攻击 会导致你这个 导致你的丢包 这种情况就 就会少很多 所以呢 而且 它对于这个路由器的 这些处理 CPU啊 还有内存这些东西的 就是占用 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 会说它这个 异配值开销小 然后可供性比较高 就是说 同时也比较安全 但是 但是如果当你是 在一家大型公司 或者说是 你直接就是在 在一家ISP 就是这种 网络服务运营商 工作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它到时候的路由信息 会有路径 会有成千上万 甚至上百万 这样的信息 你不可能一条一条去配 这样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就有了动态路由协议 动态路由的协议呢 它的 最直接的优点 就是简单方便 你只要把 把这种规则 配上去之后 其实动态路由协议呢 就是一种规则 你把这些规则 配在相应的路由器之后 它 这种路由器 它的 CPU内存 它就会去 相应的 去根据这种规则 去找寻路径 是一种自动的 找寻 但是缺点 也就随之而来 缺点就是开销大 对于CPU内存的占用 都非常多 而且不易配置 因为 静态路由 配置方法 也就只有那么一两种 就足以配置了 可是动态路由就不一样了 动态路由有不同的规则 也就导致了 不同的路由协议 常用的有 RIP EHRP OSPF BJP EaseEase 等等的这些路由协议 每一种路由协议 你都需要掌握相应的 网络知识 掌握它 如何去 掌握它们 每一种路由协议 是如何去 发现路径 发现路径 如何去 管理这些路径的 所以你这时候 需要掌握的网络知识 就很多 所以呢 这就是动态路由协议的 它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说 当大型网络的时候 你用动态路由协议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小型的网络支持 你还是用 静态路由协议 比较方便 好 总结一下 今天所讲述的 这些内容 简单了解一下 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 是用来找寻路径 管理 组建路由表的 各类协议 简单了解一下路由表 记住 路由表的核心功能 就是告诉你 如何去找寻这条路径 三 简单了解一下 动态路由和静态路由 这个动 记住 静态路由的 优点 管理方便 异于配置 可控性高 动态路由协议 就是 动态路由协议 就是方便 但是 说的 这个所谓的 方便与辅 指的是 配置的方便与辅 而不是说 它你所要 路由器 在处理的时候的 方便与辅 大家一定要 记清这几点 就好 好的 今天的课程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